你想了解你的前世 预观你的未来吗 你想亲眼见到你的前世遭遇吗 我今生为什么会遇到他 今生的他跟我在前世为什么牵手 又为什么分离 我的情感 婚姻为什么那么曲折 总让我痛心 我会平安度过眼前难关吗 把你的问题交给两位大师 笔丹和嫌疑大师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 下午好 欢迎收看Life 5 活在五点 今天是6月28号 那么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开场的观众朋友 肯定就会觉得今天的开场真的是与众不同 那我们的刘佳恩小姐消失了 换来这么多美丽的花儿 那他们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在这个上周末呢 我们这个WOW TV举行的花儿朵朵大赛的进入前十强的选手 一些非常美丽的姑娘们 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地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 只是来请来一些人 那我们现在呢还是请他们竹子呢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以便于呢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他们有一个更为感性的认识 当然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我们在上周呢曾经采访过他呢 他就是我们的周多多 那首先呢这样多多开始来 好好地介绍一下自己给观众朋友 好 大家好 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叫周多多 我是7号 我在这个比赛里我非常开心 能到前十名 我得往前努力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好像多多这次的这个比赛非常的顺利 好像一下就拿到了这个pass 然后就进入这个前十了是不是 是的 所以你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残酷的 因为有很多的选手能够进到前十以后 就是一些选手的实力会更加地强了 所以你要加油哦 对 那么在我们旁边呢 这个小帅哥 当然了不是了 这是给我印象真的非常深的 就是琴雪了 那么之前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秦一心呢 也是在说这是我的老乡了 同时呢也是跟我同性的 所以我对她印象真的非常深 因为她整个的这个外形特色呢 真的是特别有特点 那么现在呢 让琴雪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汇报 大家好 我是第59号 琴雪 我来自重庆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比赛 认识好多好朋友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历练吧 我觉得比赛过程虽然很残酷 但大家就一起手牵着手就度过比赛 很开心可以进到前十 然后我们一定会努力为大家呈现一场完美的舞台秀 在决赛 很期待哦 那么在这个右边呢 这个是素有小王妃之称的 因为她在电视上真的看起来还蛮像王妃的 看看是不是也是一个未来的小的天后呢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39号杨孟娇来自美国纽约 然后非常开心可以参加花儿多多比赛 认识这么多好姐妹 那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可以发挥到my best 然后就是平常心对待 就是做好自己 一切都留给评委或者是或者大众吧 我们知道孟娇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她每次来参赛 都是要从纽约一直妈妈开车送她过来 所以她也是给我留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我们请第四位选手 大家好 我是46号 名字叫贾亮 那我觉得在这个花儿多多里 最大的收获还是见到这么多好朋友 好姐妹 能见到这么多人 而且会把我自己的歌声带给大家 那非常高兴能进前十 那我们会像头皮说的一样 把我们的歌声带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我们 谢谢 好 谢谢 来 接着我们后面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20号选手 Lucy 江梦元 我从洛阳来的 就像他们所说的 这次参加活动最高兴的是可以认识这么多的好朋友 也可以把我最喜欢干的事展现出来让大家看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可以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好 来我们最后这个小姑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天慧是Emily 10 我是11号 我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来这个花儿多多 所以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 所以我不会说 但是我很高兴 可以见得太多人 普通话不是太好 并不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他能够把最好的歌声 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就可以欣赏到一台 非常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舞台盛宴吧 那我们这一次也非常的 这个WALT非常的有幸能够选到最出色的十位选手 那么在7月3号他们将决注一二三名 那么这个头三名也会非常幸运地 跟着我们的这个海外之星一起回到 花儿朵朵的这个总的决赛中 回到这个国内的一个大舞台上 以呈现出他们最高的水平 那么今天我们一会儿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还想 对他们有一些更多的了解 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 一会儿我们会在这个国语嘉宾访谈的环节 会请这些漂亮的女生们 来跟我们仔细地详细地来聊一聊 他们整个参赛的一些感受 一些非常让他们心动的故事了等等 我们一会儿会再回来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我 那么在广告过后还是请您收看一下主要新闻方面 明天